谢霆锋的这张普通话专辑最后 据说将是谢霆锋娱乐生涯最后的一张唱片 因此谢贤和迪波拉才会在离婚多年之后 再次站在一起见证儿子这值得纪念的一刻 而在短片放映前 谢贤抢夺迪波拉爆米花的一幕 也成了媒体争相报道的花絮 为看来充满着离丑别墅的发片仪式 增添了些许喜趣色彩 据谢霆锋介绍 这部长达15分钟的音乐短片 是把新专辑中的两首主打歌《今晚》和《终点战》 串联成了一个融合军事科幻与感情元素的故事 谢霆锋本人在其中扮演一名飞行员 而爸爸谢贤则扮演海军舰队的司令官 两人有大量的对手戏 你什么意思 有问题吗 等等 下个任务你不用再飞 这是我的命令 自从被当成童星走进娱乐圈后 谢霆锋长期以来一直很排斥与父母出演对手戏 而这唯一一次的父子同排 在谢霆锋看来只是为了给父亲留下一个纪念 我爸年纪也不小 我不希望 我不会让我自己有后悔的那天 说如果我那天我跟我爸做最好 现在起码有很多人会喜欢 有很多人会不喜欢 没关系 因为在我心目中我已经 我已经起码我是留了一个非常好的经历 而让他安慰 新雨雷射天香港报道 在这边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